好 好 我就到了 欸 富山 看後續怎麼樣 啤酒喔 再多兩手 好 馬上來 好 好 先這樣 我們季高島 季高島 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回 大哥 老公 你回來啦 哥哥 你等很久欸 來 吃水果 剛好你們可以別吃邊聊 雯玲 我跟冠華有一些公事要討論 好 那我進去陪怡萱寫作業 阿姨 吃水果 你剛才從哪裡回來的啊 應該不是工廠吧 我跟朋友去吃飯啊 但是我是下班才去喔 沒有敲班還是早退喔 喔 所以現在李經理變成你的好朋友了 還有美福利的高采薇 也變成你的好朋友了 冠華 我真是小看你啊 看在你是我妹夫的情分上 我給你機會解釋 不然你不要給我不留情面 欸 塔哥 這件事情喔 我很早就想要跟你這樣子講 但是我怕冤枉人 所以想要調查清楚 再跟你們報告 有一天 我看到李經理跟廖組長 他們在講話 才知道高采薇要挖角他們兩個 所以李經理才要提早退休啊 而且喔 他們帶走一群喔 辛華線上的員工 我要了解他們到底挖走誰 跟後面的計劃是怎樣 所以我跟李經理說我要跳槽 請李經理喔 幫我介紹高采薇 哪知道 他們真的認為我要跳槽 我怎麼可能跳槽啊 我是張家人欸 而且大哥你看 黃俊瑋這兩天都回來 我覺得他們腦筋喔 應該也是動到他身上 大哥你要相信我 我是張家人欸 所以 李經理鼓勵了很多工廠員工 想要跳槽美福利 而你是為了查清楚這件事 也假裝要跳槽 才去參加他們的聚會 當然啊 文靈是我的太太 我是張家的一份子 我怎麼 我怎麼會去幫辛華的對手啊 他傷害張家人算是傷害我自己啊 而且 辛華 只要賺錢 文靈就能分紅 我不會笨到 跟錢過不去吧 希望你記得你剛才說的這些話 這件事我會跟大家討論 商量出一個應變的對策了 好 我先走了 你幫我跟文靈說一下 好 大哥 我們慢走 我打電話李經理 要是李經理有防備 大哥就會認定是我通風報信 那我就死定了 好 李經理 董事長請你直接進去 好 請進 好 董事長 找我有什麼事嗎 董事長 我一直把你當兄弟對待 你竟然做出這種忘恩負義的事情 董事長 我聽不太懂你的意思 是發生什麼事了嗎 再裝就不像了吧 廖組長已經承認 你打算帶一批人 集體跳槽去美福利 你還想裝蒜啊 葉冠華 你出賣我 你這隻老狐狐狸 我早就懷你了 陳總監周總監 剛上任的時候 你就一直在扯後腿 欸 我想不到 你真的做出挖公司搶腳事 恩情兩個字喔 你這種人是寫不出來的啦 還好我夠機靈 發現事情不對 就開始調查你 葉冠華 你還敢說我 全新華最胡家胡味 吃裡拋壞就是你 欸 你不要摘傷喔 你出賣公司欸 還要人先告賺喔 我親眼看到你跟高朝會見面 需要我告訴你時間地點嗎 沒錯 高董的確找我過去 因為他看到了我的價值 但是你們看不到 還口口聲聲說帶我不包 我三十年的人生都奉獻在新華 但是我得到什麼 建德 我讓你當經理就是變成看重你啊 當經理 我倒覺得你在羞辱我啊 就因為你娶她 這個外行的女人 就莫名其妙成為我頂頭上司 當年秀娟總經理 起碼是跟我們一起打拼上來 她憑什麼啊 還有這個 不學無術的傢伙 就因為她是你的女婿 什麼都不懂 一進來就可以當副理 要不要問問廖組長 要不要問問其他人 他們覺得平衡嗎 還有這位 目中無人的陳大小姐 根本不懂生產 想怎樣就怎樣 隨她高興 然後把底下的人 累得半死 這就是你說的 要讓新華新陳代謝 永續經營嗎 蘿莉巴說想這麼委屈幹什麼 講白不就是愛錢 背叛就是背叛 滾啊 保全進來 送女婧都回工廠 盯著她收完東西送她出去 從此 這個人不准太太踏進新華一步 是 別說我 小人 禍水 遲早有一天 新華會被你搞垮 我看到的是 是你對不起新華 還是我對不起新華 廖組長 如果你也想走的話 就跟李經理一起走吧 沒有沒有沒有 一切都是李經理在三風點火 我沒有想跳槽 我想去帶他新華 你回去工廠嗎 去董事長 這個人是怎樣啊 他自己做錯事還是讓大小生 他說那麼多話 都是為了他自己的背叛 不然找藉口 大家的心情不要受影響 還好冠華這一次發現得走 原來李建德 一次帶走五十幾個人 肯定會嚴重的影響到工廠的生產 那五十幾個人怎麼辦 這全部開除啊 不行 現在開除會馬上影響到我們的生產 讓那些人更有理由去投靠美福利 還是要比照廖組長 能餵留的就這樣餵留 最好是一個都不要走 我童彥也有您說的 現在工廠正需要人 空啊 這件事就交給你 你約談這些人 竟敢把他們留下來 好 我馬上處理 李建德留下來的經理空缺很重要 是不是讓冠華來接任呢 你們的想法呢 就讓冠華試試看吧 我已經 既然大家都贊成 冠華 以立刻接任經理 謝謝各位 我就會好好努力 阿姐讓葉冠華當經理 你為什麼不讓我反對 冠華立下功勞 就該給他獎勵啊 那給他獎金就好啦 他不是很愛錢嗎 幹嘛讓他管工廠啊 他根本沒那個能耐 剛剛李建德講的那些話 就賣葉冠華那些 我覺得還算有道理 不讓冠華接 不然你覺得要讓誰接呢 找其他可能暗地裡 想要跟李建德跳槽的幹部嗎 現在穩定軍心是最重要的 冠華可能不是最好的選擇 但也還過得去了 但你相信他是為了要調查 才去接近高采薇的嗎 他有那個膽子嗎 我也不確定 不過現在沒有證據可以證明 他也是想反叛我 不過經過剛才的震撼教育 他就算有這個念頭 應該也不敢 反正工廠還是要盯緊一點 絕對不能讓他亂來 這件事背後策劃的是高采薇 他步步逼近心滑 這一次是挖腳 以後不知道會出什麼招 我們要小心應付 好